第四个单元就是 如何再把这个档案寄给对方 所以刚刚的话 我们在刚刚的那个练习里面 还有再加上他email信箱 不过这个email信箱是假的 你不要真的到处就把它寄出去 可能会被退信 所以你也许可以自己再找一些相关 是真的可以接到mail的 这样的话也可以真的验证说 它真的是可以去寄mail的功能 另外还有一点 你们在寄mail的时候 还有一点要特别小心 可能不要程式回圈 不要一次就执行完 最好是让它停个几秒钟 或者是停个几分钟比较保险 不是LAG 因为你没有server 会认为你是病毒 因为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寄信 寄这么快 一下子怎么 他怎么attach 马上就寄下一封 一定中间会有间隔 所以之前就有同学跟我讲说 是我被mail server 被列为黑名单 因为他就写一个程式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不然你就让程式先停一下 再寄下一封 这样就没事了 那接下来就讲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假班的导师 他的mail在这里 他就直接寄吧 然后以班就寄以班的 以此类推 大概这样的 类似的 那我想你们身边应该有每天都会寄mail的这种需求吧 那你就什么 谁收到什么 谁收到什么 OK 会有一个例子 那把档案分割完 自动寄给他 然后他回来之后 你就把他合并 因为你要再交给那个 这个总经理 或董事长 有没有 那你就不能说 再把他分成很多档 他一看到可能会想要骂你 想说 我还要一个人把他点开 那不是太累了 所以你为什么把他合并在一起 所以怎么做 后面的话第四个单元 第四个部分的话就是 如果我们寄信的话 其实可以呼叫什么 呼叫奥鲁克 不过奥鲁克设定其实 当然也不会太麻烦 可是就是要设定几个项目 包含就是什么 POP3的位置 还有SMTP寄信的 其实理论上是SMTP 因为我们没有要搜索 我们是要记信 所以SMTP 那个server你要设定 那每一个server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假设 我们已经都设定好了 至于要怎么设定 请你们再查一下 这个我想应该查得到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要怎么记 一样嘛 写一个sub 然后名称叫用outlook游记 Enter 其实里面的话 大概会有几个重点 其实 第一个就是把 outlook呼叫进来 很简单嘛 就是什么 用create object 这个应该有看过吧 后面的话记得 就outlook.application 有没有 之前好像我们是用了什么 这个 word.application 或者是什么 蛮多的 像ado里面有create object 反正你要外部引用一个东西的话 那你就是用这个 什么什么 什么 或者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语法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假设把 outlook呼叫进来 引用进来 把它当成一个物件 拿在背后 所以 set后面就是一个物件的名称 这个名称也是自己取的 set这个物件的名称 create outlook 就是把outlook变成一个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有一个方法 叫做create item 0 它编号从0开始 item 意思是有点像你 按下那个左上角 不是有个新邮件 有没有 create 这个时候的话 新邮件就一个新邮件的物件出现了 我这边有写with with 意思是说 这个开头的点 全部都是outlook mail 有没有outmail.to.cc.bcc等等的 其实里面的话 主要就是to的话 你就去抓什么 抓假班里面的哪一个储存格位置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在J J2就是抓到假班导师的email信箱 然后BCC的话是密件操送 就是直接寄给谁 就寄给我了 所以之前有同学回去有练习 我就知道了 因为他寄行给我 而且还是寄假班的资料给我 OK 那我就知道你回去有练习 因为BCC都会BCC到我 OK 然后subject 主旨 有没有 然后另外body就是里面的资料 OK 然后 再来的话 那个什么呢 就是叫做attachment attachment 就是附加档 附加档的话 当然有几个方法 你这个方法是一个写法 或者是刮胡 后面你可以加上什么 比如说这个你其实可以赶什么 是以后写一些我们刚刚那个目录里面的那个什么 甲班.xlsx 一定要复党名 然后最后就是send就OK了 不过请特别注意 如果将来你写这一段 假设你希望让他跑慢一点的话 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 你可以在这个里面的话 也许在send的地方 比如说send之前 你可以 再多写一个叫什么application 如果你要让他跑慢一点的话 application 比如说你让他暂停 的话 那你要用什么方法 application 特别说 点下去 他其实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跟各位讲 像我就想说 有没有一个等待 等待是什么 wait 所以我打一个w 诶 他就出现一个wait wait的意思就是说 application指的e sale e sale wait time 有没有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很简单 f1 f1跳出来之后 他会有一些说明time 可是time一定要是time格式 所以你不能随便给 wait的话这个是停止到什么时间 下午6点的23分 为止 这个当然不是 这个有点像是个闹钟 如果你要暂停10秒钟的话 那怎么写 写这么复杂 wait time 你看 10分秒加1 不要写这个 这个应该写这个就好了 no加time value10秒钟就可以 所以其实就这一行 有没有看到 不要写上面 上面太复杂了 后面加什么 now 再加上time value 有没有 再加上什么 加上10秒钟 这样就OK了 所以写的方法就是 这边刮糊之后 里面就加一个now 加上time value 关键在time value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给他什么 10秒钟就写在这里 那你想说老师不是我可能要一分钟的话怎么办 00嘛 这边改什么 改个1不就好了 OK 那如果你要一个小时的话 那你就1就好了 一个小时 他就真的停了一个小时之后 再浪下一个动作 OK 不过前提特别出于 你那个时候程式不要关掉 你如果关掉的话 e-sale如果关掉 那也不会run 意思是说你的e-sale 还有你电脑一定要开着 你不知道 sale有什么 还问我说电脑要不要开着 电脑要不要开着 电脑不开着 他会 他会自己开机吗 当然不会 所以特别出于 这个地方可以自行再修改一下 比如说停一分钟 然后再记下一封信 sale 然后停一下 当然你也可以写在别的地方 你可以在那个时间点 停一下 停一下 OK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其实上网路爬出了一下 你要爬别人资料的时候 你不要一下爬太多 你可以说爬一部分 然后再停一下 再抓下一次 否则的话 也有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 这个可能都要特别小心一下 可以加一个wait 那再来的话 其他大概就是这样 其他的话还有个地方 就是在outlook里面有个安全性设定 如果你是用create object 他是把人家的程式呼叫到 这个变个物件的话 那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在这边设定一下 outlook里面一定要设定新的中心 把这边改成什么 不要警告我有可疑活动 不然他会一直跳 outlook一直跳说 这个要不要允许他 那你要按四 他就跑下一封信 按四 每次都一直按 如果你记一百封的话 你要按一百下 对不对 那当然就不OK 所以其他的话 大概这样 另外的话还可以写成共用的 有没有 就是这边有个班级 哪一个班级的哪一个mail 你也可以把它传 像之前有一样 我们传一个班级 传一个mail 然后就可以一直让他记 这样OK 所以回去的话可以试试看 那今天的话 原则上大概就是讲了 回去的话 其实除了今天的题目之外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范例 这个范例部分的话 好像还有什么 全省邮局地址 总共里面好像有几十个档案吧 那如果我想要合并在一起怎么办 有没有 除了Excel之外 其实还有别的格式 另外还有那个什么 网络抓起来之类的 是一堆档 你还是 像之前也这样 我们要做报表 就是要把那些档全部先合并 不然你报表怎么伸出来 可是有的时候 光那些合并动作 你要耗掉太多的力气 所以如果你现在懂得 用程式的话一下就合并了 报表马上就可以产生了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 试一下这个地方 所以刚刚讲的用Outlook邮寄 那会是在放在那个第四个 这个七支市的那个里面 试试看 那另外还有那个全省邮局地址 档案的话是一个压缩档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全部合并在一起的话 这边也会用到DIR 那相关的程式嘛云端上也有 还有那个什么 国产机车的那个 其实那个国产新机车一出来 他就有那个经济部的什么 好像是环保局 他就会检查这台车的耗能资料 但是他是分开很多 比如说这个月下个月 每个月都会有资料 他是分开来的 那问题你要做报表的时候 你绝对不是说 你个别做一个报表 不可能要全年度或者是全部total的 比如说125cc里面 帮我列个表 哪一个车子的油耗最省 对不对 那你这个地方就必须要先把 资料全部都合并在一起了 那至于怎么做 云端上其实也有写完的程式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可以试试看